马上就要圣诞节了 2022年11月30号 玛丽亚基金会特别在台中市中央书局 举办庆祝快乐瓦 荣获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三冠王 跟青年艺术创作展的记者会 希望年底之前能够达成销售一万盒的目标 玛丽亚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多多支持 鼓励喜欢绘画创作的漫飞天使 游乐各界的关怀 就会让穿好袜做好事成为新时尚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障碍青年 可以将他的话跟社会分享 让他做社区融合 那我们也透过这种社会企业的设计 把能够赚的一些钱 可以再回头投入我们的弱势的服务方案 台中市工商发展测进会总干事黄玉山 今天也特别来到中央书局的展览会场 黄玉山表示 玛丽亚快乐瓦有环保的设计制作 也融入了台中市旧城区的著名地标 跟可爱的图案 值得推荐给大家购买 所以我想这最浓厚的台中味 也带给他们一个获得评审青睐 还有市民朋友网路票选 现场朋友投票 为什么会得到最高票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仅让小朋友代言了我们的快乐袜 获得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的玛丽亚快乐袜 除了已经在募资平台开卖之外 11月30号开始 也会在台中市中央书局接受预购 一次购买三组的礼盒只要566元 还赠送限量T恤一件 玛丽亚希望募集到500万 作为庇护工厂的运营基金 但是需要的还是社会更多的爱心支持跟忍购 记者陈文旭 萧超权台中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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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